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薄熙来是没有上台的习近平 习近平是上了台的薄熙来 习近平和薄熙来 两个人生轨迹有极大的类似 但是最终一个成王 一个败寇 可谓中共的权力斗争史上 最戏剧性的一幕 那么薄熙来 这个曾经最有希望取代习近平的红二代 政治强人 他是怎么失败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2011年11月13号 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 在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后 从英国紧急飞往中国重庆 在出发前 海伍德对于自己的这一趟中国之旅 已经预感不妙 所以他把一点秘密的资料 交给自己的律师 叮嘱律师 如果自己发生了意外 那就公开这些文件 海伍德的预感是对的 这一趟重庆之旅 他最终丢掉了性命 但是如他所料 他曝光的文件 不仅让世人知道了一个 匪夷所思的政治阴谋 更让中共的政坛发生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2011年正好是重庆 政治上风光无限的时候 在中共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主导下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 所谓的唱红 就是唱红歌 传承红色经典 搞红色教育等等 文革中的那套洗脑手段 公开回归中共已经抛弃的极左路线 所谓的打黑 就是以打黑出恶的名义 挪支构陷各种罪名 进行政界和商界的大清洗 以暴力的手段 没收民营企业财产等等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 都是薄熙来为了迎合中国 土壤深厚的极左思潮 为自己累积政治上的资本 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 他的目标远远不止于 在重庆当一个诸侯 尽管当时中共已经确定了 习近平和李克强 作为接班的搭档 但是对于薄熙来而言 这显然是他不能 也不会接受的 薄熙来虽然在重庆大搞文革伏辟 但是说起来 他是个典型的文革受害者 因为在文革中 他们家说是家破人亡 一点也不为过 1965年的11月 作为毛泽东 整垮刘少奇的前奏 老毛就搞了一个61人叛徒案 薄熙来的老爸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中共元老 波一波 就被牵连进去了 1967年的元旦 在广州养病的波一波 被红卫兵五花大把 押送到北京 开始了长达12年的牢狱之灾 同年的1月15号 波一波的老婆 胡明也就是薄熙来的妈妈 被押送往北京 最终在火车上死于非命 随后 博家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薄一波的三个儿子 包括薄熙来 从1968年开始 通通被投入监狱劳改 薄熙来就被关押在北京 溺水桥北院哨馆所 时间长达五年 这段特殊的劳改经历 其实就是薄熙来简历上 1968到1972年间的那个劳动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薄家是典型的文革受难者 全家坐牢 母亲被诊死 几乎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惨的不能再惨 但是谁也没想到很多年后 薄熙来却是中共高官里面 第一个全面复辟文革的 他甚至在记者对他的唱红打黑 提出质疑的时候 引用了一段文革的标语 感同恶鬼争高下 不像霸王让寸分 我们敢于打黑 也就是说 像古人讲的感同恶鬼争高下 不像霸王让寸分 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一个文革的受害者 复辟文革 这真的是历史莫大的讽刺 这一点薄熙来和习近平非常相似 习近平家在文革也被整得很惨 甚至连进了少管所这个情节都一样 但是他上台后的思路 跟薄熙来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 其实天然在思想上和人格上都是有残疾的 有个作家叫杨光 他在他的书《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 刘少奇叛徒罪 是这样认定的 记载了一段薄熙来的黑历史 他的老爸文革被打倒之后 薄熙来当时还没有被关进大牢 为了表示和父亲划清界限 薄熙来居然在父亲的批斗会上 当折别人的面 毒打自己的父亲 甚至一脚踹断了薄一波的三根肋骨 这个断子的真实性目前无法确认 但是从后来薄熙来做事的那种狠毒的风格来看 恐怕也不是孔穴来风 1978年2月 在薄一波即将被平反 重返政治舞台的前夕 靠着老爸的关系 在北京当工人的薄熙来 也和习近平一样 通过走后门的方式 考上了北京大学 开始了自己飞黄腾达的道路 平反后的薄一波 先后担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 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 是所谓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在老爸的庇护下 薄熙来也开始了快速的升迁之路 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搞了一个第三梯队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培养接班人 当时每一个红色家族都有一个名额 博家推出的人选就是薄熙来 而习家推出的人选是习近平 所以薄熙来政坛的起步和习近平几乎是一样的 他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 短暂的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杜金之后 就被下放到辽宁省大连市金县 当县委的副书记 随后又升任书记 1993年又成为大连市的市长 这些红二代起步的地方 是普通人一辈子也到不了的高度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 大量的吸引外资 积极改善大连的自然环境 适用世贸以及基础建设 致力于把大连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工业城市 转向旅游城市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不吹不黑 和在福建陆路无为的习近平相比 薄熙来在辽宁期间 他要强很多 他主任大连期间也确实有很多的政绩 而且他个人的素质是明显高于习近平的 比如他的英语就很流畅 能用英语对话 正是凭借这些政绩 1999年9月 薄熙来升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 大连市市委书记 2001年又正式出任辽宁省省长 并在2002年当选中央委员 2004年进京成为商务部的部长 凭借自己红二代的背景和当时的政坛名声 薄熙来和陈良宇 习近平 李源潮 李克强 被认为是下一代中共领袖接班人的主要人选 可谓是政治明星 一世间风光无二 但是薄熙来这个人 他因为出身贵胄 步入政坛后又顺风顺水 所以本身就很张扬 这种高调的个性也引来了无数的敌人 这其中就有他直接的上司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宜 吴宜在2007年的时候突然裸退 连民间的职务他都不要了 当时就有媒体披露 吴宜的裸退其实是有条件的 他就是不想让当时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 继任自己的位置 但即便是有这些阻力 薄熙来的仕途依然被很多人看好 因为他不仅在民间有一定的声望 而且在党内有强大的盟友支持 比如中共的政法王周永康 就是他公开的盟友 所以几乎大部分人都认为 他肯定会在中共的十八大上 当选政治局常委 但是薄熙来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的千秋大业会毁在老婆的一念之差 薄熙来的老婆古开来 也是一名地道的红二代 古开来的父亲古锦生是中共的将领 曾经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的政委 后来又出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 古开来后来在文革后也考入北京大学 和薄熙来是校友 但是在认识古开来之前 薄熙来他已经有一段政治婚姻了 他的第一个老婆是北京市前市委书记 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 他们两个人是1976年结婚的 1977年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伯旺之 后来薄熙来和古开来勾搭上了之后 就不惜和李丹宇对簿公堂 打了三年的离婚官司 才在1984年离婚 古开来后来又为薄熙来生了个儿子 就是我们熟悉的薄瓜瓜 对自己的这个儿子 他很厉害 在薄瓜瓜11岁的时候 就送到了英国大名鼎鼎的贵族学校 哈罗公学去留学 2006年又进入牛津大学 这一切的安排都是通过英国商人 尼尔海武德完成的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海武德 海武德和薄家的关系 其实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上世纪90年代初 海武德20岁出头 就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 学习中文 之后他就搬到了辽宁大连 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还生了两个孩子 当时正好是薄熙来主政大连 海武德就跟薄熙来写信 表示愿意帮助他吸引外资进入大连 从而和薄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他还曾经是薄瓜瓜的英语老师 薄熙来在2004年主政商务部之后 海武德也跟着薄熙来去了北京 在北京工作 当然海武德帮助薄家干这些事 并不是当活雷锋 他也从中获得了不菲的佣金和好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实际上他就是薄家资产出海的 操盘手和白手套 2007年古开来在法国 买了一栋豪华的别墅 这个户主的名字就是海武德 但是这种合作关系 在2011年发生了变故 当年古开来要求海武德 把名下的法国那套豪华别墅 转给薄家的另外一个白手套 江峰 江峰是谁啊 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国际大专辩论婚委而出名的 那个美女辩手 后来的央视主持人江峰 海武德听到这个消息 当然就不开心了嘛 你这古开来就是要换白手套了嘛 这不是要抛弃我了吗 他为薄家服务了20年 这当然不甘心嘛 所以海武德也就撕破了脸皮 在2011年5月就提出要求 希望古开来补偿他140万英镑 但是古开来作为薄熙来的老婆 平时都是威风八面一言九鼎啊 哪里有人敢跟他提条件啊 所以很干脆啊 就拒绝了海武德 海武德就怒了 就威胁古开来啊 你家的事儿我可都知道啊 你要不给这笔钱 我就揭发你 飞扬跋扈惯了的古开来 哪里容忍这种要挟啊 于是恶向胆边生 动了杀鸡 历史上的独夫民贼啊 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都是需要爪牙的 这种爪牙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酷利 比如武德天啊 他为了集权 就专门用长安的一个混混 莱俊成 就是那个请君入众典贡里面的莱俊成 看谁不服气就整谁 让大家都害怕 薄熙来要在重庆唱红打黑 也需要一个酷利莱俊成 这个人就是王立军 王立军啊 是薄熙来在辽宁主政的时候认识的 他原来是辽宁铁令市公安局的局长 因为打黑啊 有一定名气 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 就把王立军带到了重庆 王立军当然也知恩图报啊 到了重庆之后 立马就按照薄熙来的意图 开始所谓的打黑 在此期间啊 为了政绩 王立军啊 制造了大量莫须有的冤案假案 把很多官员和民营企业家 都整得死去活来 他在打黑期间啊 至少没收了数百亿的民营资产 现在呢都去向成迷了 至少有两百亿不见了 王立军啊 还开启了严酷的文字域啊 有个重庆人叫谢舒明 他在天涯论坛上 骂王立军是虚伪的政客 结果第二天就被抓了 劳教一年 另外一个重庆人方红 在微博上发了个信息 讽刺王立军是薄熙来的走狗 结果也被劳教一年 王立军啊 因为有薄熙来作为后台啊 他跋扈到什么程度呢 著名的律师李庄 曾经在王立军出事后啊 采访过他的秘书 叫星建威 他因为一点小事儿 就是忘记给王立军在酒店里续房卡了 结果 当即就被王立军给撤职了 还被当作黑恶势力保护伞 关了三百多天 这还是对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啊 不仅如此啊 王立军还在薄熙来的授意下 居然监听中共其他高层领导的谈话 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 这种行为啊 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啊 王立军走到这一步啊 可以说已经把身家性命啊 绑定在了薄熙来的船上啊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根本没有退路 但是啊 王立军这种酷逆啊 但凡多读一点历史啊 就应该知道啊 酷逆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给主人干脏活泪活 迟早是要被甩出来背锅的 王立军在重庆胡作非为 虽然有薄熙来的保护 但是啊 毕竟也得罪了很多有背景的人啊 很快他就被人告到了中纪委 当时薄熙来唱红打黑 实际上毛头直指重庆的前两个市委书记 贺国强和汪洋 你前任刚走 你就打黑 那不就是说前任 治理无能吗 而贺国强是中纪委的书记 汪洋是广东省委书记 那都是有实权的重量级人物啊 自然而然不会袖手旁观 所以王立军在被人告到中纪委之后 2011年的10月 贺国强主导的中纪委啊 启动了对王立军的调查 按照惯例呢 先就去查了王立军的老挝 辽宁省铁令市 像王立军这种政法系统的高官啊 只要是查 肯定一查一个准都有问题 王立军在得知中纪委开始查自己之后啊 马上就慌了 就想找主人薄熙来去求情 但是啊 当时正好是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夕 薄熙来能不能顺利当上 梦寐以求的政治局常委啊 正是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候啊 这个时候 任何政治上的把柄被对手抓住 都有可能让自己功亏一篑 所以呢 薄熙来在犹豫之后啊 很快就果断的放弃了王立军 毕竟王立军本来就是 他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条狗 目的已经达到了 现在又成了烫手的山域 负资产啊 也该扔掉了 薄熙来放弃自己 这就让王立军大为恐慌啊 因为没有了主人的保护 他这种恶权在中纪委面前啊 只有死路一条啊 恰好在这个时候 古开来的谋杀案发生了 前面说到 古开来在海武德要歇之际之后 不仅不打算花钱消灾 反而狠下心来 准备一劳永逸的解决海武德 这个知情人 2011年的11月13号 古开来亲自自电海武德 邀请他来重庆商谈 解决彼此的矛盾 心怀忐忑的海武德啊 在出发之前 就把掌握的资料 留给了自己的律师 然后义无反顾的 踏上了鬼门关 第二天啊 古开来把海武德骗到了 重庆南山立井度假酒店 然后呢 由他自己的家丁张小军出手 强行把海武德按倒 灌入剧毒的情话物 导致这个海武德当场死亡 事发后呢 古开来立马就打电话给王立军 要求他来处理这件事 在王立军的安排下 案发地的酒店的 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撤换了 官方随后发布声明 说这个海武德啊 是死于饮酒过量 11月18号 在根本没有进行尸检的情况下 海武德的尸体就被火化 骨灰呢 随后就被空运回伦敦 这件事啊 由于清理得非常迅速 英国方面虽然有点怀疑 但是也没有什么证据 而且这个海武德 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眼看啊 就这么忽悠过去了 但是啊 王立军显然留了一个心眼 正在中纪委调查他的结规眼上 薄熙来又准备丢阻宝居 所以王立军啊 他就想利用这个案子 要挟薄熙来来保自己 所以他明面上完全按照 谷开来的要求 把这个事给按下去了 但实际上 他却把这个谋杀案的全部资料 都悄悄的留了一份 这个就埋下了大地雷 谷开来后来从某些渠道 了解到了王立军啊 留下了谋杀案的资料 可能存有异心 当然就非常生气啊 但这个女人没有什么政治智慧啊 只会来硬的 就跟他谋杀海武德一样 没有一点的手腕和遮掩 所以呢 他很快就针对王立军 采取了行动 2011年12月下旬 谷开来啊 趁王立军出差 亲自带人查查了王立军的办公室 想找到他留下来的那些资料 但是没有找到 随后啊 谷开来向王立军解释啊 听说中纪委要查理 把你的东西搬出来啊 是为了保护你 但是王立军这种老油条 怎么可能相信这种鬼话嘛 虽然王立军啊 也加快了摊牌的步伐 2011年的1月28号 王立军在给薄熙来汇报工作的时候啊 就提出了谷开来的这个谋杀案 这就等于直接向薄熙来摊牌啊 你要不保护我 你老婆的事啊 也盖不住 薄熙来这种自在夺取最高权力的人啊 一辈子都是我行我术 顺我者仓 力我者亡 怎么可能忍受自己提拔的家儒的要挟呢 所以啊 当场就打了王立军一个大大的耳光 随后2011年的12月底 王立军身边啊 先后有11个亲信被抓走审查 2012年的2月2日 王立军作为重庆副市长 他的工作分工被调整 不再兼任最重要的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这下王立军就知道了 薄熙来啊 是准备除掉自己啊 所以呢 开始考虑脱身之际 在重庆啊 薄熙来一守这天 出了重庆呢 又有中纪委的人盯着自己 王立军知道自己是无路可走啊 只有叛逃这一条道 但是他这种级别的官员啊 那可不是想走就能走的 而且当时薄熙来已经对他严防死守 全天都派人盯烧他 虽然想走也没有那么容易 但王立军毕竟是干过警察 他在2012年的2月8号的时候 悄悄化妆成一个妇女的模样 戴上一个长头发的假发 成功地甩开了盯烧的人 独自驾驶一辆车 带着薄熙来和古开来的那些材料 从重庆直奔成都的美国领事馆 在抵达之后啊 他说自己因为查办案件 人生受到了威胁 请求美国政府提供庇护 并且写了政治避难的申请 在得知王立军出逃后 薄熙来马上指示 重庆市长黄祈凡 带着大批的武警 去拦截王立军 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后 重庆的武警把领事馆团团包围 要求美国人把王立军给交出来 当时各方势力剑拔弩张 气氛高度紧张 好莱坞的电影都没有这么好看 当时的东美关系还是蜜月期 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马上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务卿希拉里 希拉里也不想躺中共内斗的这个浑水 怕影响两国的关系 所以当场就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要求 此后美国官员向中方进行了通报 中共的国安部负责人亲自带队 前往美领馆去拧人 王立军叛逃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2月8号 重庆市就发布了官方消息 说王立军副市长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 精神高度紧张 身体严重不适 经同意县政接受休假式治疗 这个欲盖弥彰的新闻 连同休假式治疗这个滑稽的词汇 一时间走红全球 不仅国际媒体热炒 而且国内的民众也争相嘲讽 热议不断 这也预示着 薄熙来这个政治明星的权力生涯 走到了尽头 叛逃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 正好是全国的两会 处在舆论暴风中的薄熙来 在2012年的3月9号记者会上 首次就这个事做出公开表态 他表示他对这个叛逃事件感到痛心 并且承认自己用人思察 你比如说 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 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 甚至 说到我儿子在外面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一派胡言 有人还说我的儿子 怎么上那些名校 Oxford Harvard 那些学费哪来的 全额奖学金我也说清楚 这也是薄熙来在双规前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其实在薄熙来表态的前两天 也就是3月7号 根据纽约时报的披露 中共政治局专门召开过会议 就王立军事件表决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牵头推动下 九大常委有八个支持调查薄熙来 只有薄熙来的铁杆盟友 周永康一个人反对 其实在此之前 胡锦涛和温家宝联手 已经和党内的地方大员 还有各个元老会面 这些元老就包括江泽民 李鹏 乔史 朱永基 李瑞环之类的 通通都同意了调查薄熙来 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共识 只能说是王立军这个事 实在是影响太恶劣了 在国际和国内 都狠狠地打了中共的脸 让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最丑恶 最不想让人知道的那一面 事无巨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所以几乎没有人敢饱饱起来 在党内形成共识之后 2012年3月14号 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态 措辞严厉地要求重庆市委市政府 务必就王立军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并习取教训 此外温家宝还表态 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清楚 等于是直接否定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温家宝的讲话 明确地宣布了薄熙来的倒台 已经不可避免 3月15号 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 中共就宣布 薄熙来同志不再担任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并且立刻进入软禁状态 在薄熙来倒台的过程中 他也是想尽了办法 可以说整个过程的精彩 远远超过了大众的想象 薄熙来在党内耕耘了这么多年 也有很多的政治盟友 其中最铁的就是政法王周永康 周永康原来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在胡温当政的时期 掌管政法系统和武警部队 在九龙治水的模式下 他是当仁不让的实权派 他们家在石油系统有很深的利益 所以在宁静退休之前 周永康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人 他看中的继承人就是薄熙来 而薄熙来也确实需要 周永康这种强力的盟友 为自己争取当上政治局常委的机会 特别是在习近平和李克强 已经成为公开的接班人的情况下 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 可能是薄熙来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客观地说 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 那么薄熙来凭借自己的资历 和周永康的支持 确实是有可能 如愿地当上政治局常委 但没想到被老婆和王立军 在节骨眼上连续地坑 但是显然他作为一个政治强人 他和他的盟友都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搅枪 2012年的3月8号下午 周永康在已经知道准备查处薄熙来的时候 还是参加了两会重庆代表团的审议 公开力挺薄熙来 3月12号上午 周永康又到了重庆代表团 再次肯定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 周永康的表态 几乎就是直接向胡锦涛和温家宝摊牌挑战 不仅如此 胆大包天的周永康还决定鱼石网破 直接发动了中共建政以来 极为罕见的一场军事政变 2012年的3月19号深夜 周永康调动自己直接控制的武警部队 包围了新华门和天安门 准备接管中南海 当时外界纷纷传出 周永康辞举不仅是为了抢夺薄熙来案件的关键证人 薄熙来家的那个白手套徐明 而且也是为了事迹控制胡锦涛和温家宝 一时间中国的网络上 长安街枪声周永康等等词汇 都成了网络的进尺 但是周永康万万没有想到 政变这种大事 最忌讳的就是走漏消息 这个关键时刻 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向胡锦涛告了密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傅政华 傅政华他原来是周永康的部下 薄熙来倒台已经成为定局之后 傅政华觉得跟着周永康造反危险太大 于是就临阵倒戈 不仅把周永康的政变计划全盘拖出 而且还举报了很多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事 包括他们监听中南海高层的那些破事 所以在周永康政变之前 胡锦涛其实已经秘密的撤换了 驻扎在廊坊的中共王牌部队38军的领导 换上了自己的心腹 并且在319政变发动之后 火速的调动38军入京秦王 这个38军毕竟是正规军 远比武警要强悍很多 所以从政法大楼外的武警 发生了短暂的对峙和交火之后 迅速就将周永康的那些武警部队缴械了 当晚不少的北京市民都听到了枪声 在38军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之后 已经没有排可打的周永康被迫认怂 最终在江泽民的亲自求情下被放了一马 但是他跟着薄熙来一起倒台 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这场未遂的政变里面 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 专职负责温家宝的警卫李润田 都被周永康拉拢了 随后也一起接受调查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政法委被收缴了武警的指挥权 成了光感 2014年的7月29号 周永康正式被双规 2015年的6月11号 在天津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也打破了中共 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 在周永康的政变失败之后 薄熙来就再也没有任何资本了 彻底失事 成了梦中之鳖 2012年的4月10号 中共宣布停止薄熙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接受党内调查 同年的9月28号 薄熙来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3年8月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 在自己的老婆谷开来和曾经的家庐徐明 王立军的执政下 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曾经比习近平还要耀眼和强势的红二代 最终一败涂地 成了阶下囚 我们今天回头看 其实习近平在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都是薄熙来的山寨版本 他也唱红 他也打黑 全面照办了薄熙来在重庆的那一套文革模式 薄熙来则是祸害了重庆 而习近平则是祸害了整个中国 所以说薄熙来是失败了的习近平 习近平是成功了的薄熙来 这个完全是中肯之言 这两个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二代 都是坚定的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 他们能力虽然有差别 但是在思想境界上 治国理念上却是出奇的一致 作为文革的受害者 最终都成了文革的拥护者 鼓动者 复辟者 这其实也是他们的必有之路 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根本上靠的就是红色血脉 他们的权力来源 就是世袭的红色基因 所以他们必须也必然去鼓吹和推崇 红色江山代代船的极左路线 我们回过头假设一下 如果薄熙来没有出事 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政治局常委 那么以他张扬的个性和政治的影响力 绝不会像李克强汪洋那样 忍气吞声步步退缩 必然会和习近平搏命相争 那么很可能会和习近平形成 二龙相争的这个局面 习近平想要定于一尊 实现如今的这个独裁 可能就没有那么快那么容易 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那就不好说了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薄熙来本质上和习近平 都是一丘之鹤 谁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他们倒台的故事 却让我们 尤其是对中共权力体制 不熟悉的那些普通人 有机会去了解极权政治 最黑暗 最丑陋 最不堪入目的那一面 这一面我们在中国 从古之今的历史上见过很多 而且可以预计 在将来中共的权力斗争中 还会见到 好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 咱们下期见